从前有一户人家 丈夫和妻子过着贫困的生活 但他们还是觉得很幸福 有一天 一只土荆鸡飞进了他家的鸡窝 妻子在喂鸡时 发现了这只与众不同的鸡 他连忙喊丈夫出来看 丈夫出来一看 大惊道 这就是土荆鸡 妻子大喜说道 土荆鸡 难道说它会土荆子 只见丈夫摇了摇头 如果想让他吐出金子 是要付出代价的 算了算了 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幸福了 不需要他了 丈夫听完欣慰地点点头 不过想到放走他的话 会为别人带来灾祸 于是夫妻俩就让土荆鸡 在鸡窝里生活 直到有一天 妻子生了肠病 需要一大笔签治疗 丈夫无奈之下 只好寻求土荆鸡的帮助 他跪在土荆鸡面前 请你吐给我一点金子吧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愿意 说完 土荆鸡像是听得懂人话一样 吐出来两块金子 而这一幕恰好被邻居看见了 邻居心想 这夫妻俩真是傻 有这么一个宝贝在手 居然还过得这么苦 要是给我 那得多风流 于是便心生贪恋 趁着夜色把土荆鸡给偷了出来 邻居一回到家 马上就对着土荆鸡跪下 土荆鸡 土荆鸡 请赐给我大把大把的财富吧 花音刚落 土荆鸡就吐出来一大块金子 邻居喜出望外 继续喊道 再吐多点 再吐多点 于是土荆鸡就不停地吐 金子逐渐堆成了一座小山 突然 土荆鸡停了下来 任由邻居怎么说 他都不吐金子了 邻居心想 算了 反正这堆金子够我用一辈子的了 于是便将金子放好 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 人们发现邻居倒在自家的床上 再也没有醒来 在他家还发现了堆成小山的金子 不过吐金鸡却不见了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原来吐金鸡是恶魔变成的 吐出金子的代价 就是以寿命作为交换 邻居把寿命都用光了 他自然就不再吐金子了